有本事通通事先讲太强大 昨天公开出清其红今天下跌 今天广运创历史新高 暴赚211%获利出清 出清后收最低 那为什么出清呢 因为正乖离太大来到极限 所以投资朋友 老人与狗的记住理论 当正乖离过大市场过度贪婪之后 就会出现拉回 懂我意思吗 那什么是老人与狗的记住理论呢 我今天会写一个技术教学的专文 在粉丝团跟全国粉丝座 公开的分享跟教学 先帮我影片做订阅 然后扫描QR Code 加入粉丝团就OK了 另外APP的价值 请各位一定要拥有太强大 你看有多强大 124买的齐鸿 昨天358 赚了189% 公开获利出清 今天拉回 双鸿175买 251买 来两个箭头 哇噴到338 今天收307 初清后收307 太强大了 还有广运 34.25买进 那一路报老今天107 赚了211% 我竟然选择获利出清 收盘收95.8 太恐怖了 有没有 翻倍赚后的策略是什么 获利出清 前变多变两倍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买底部起涨 会赚更多 请各位把握机会 你看这个顶天 完全买底部 只买底部 只买底部起涨 28.7今天呢 亮灯涨停 吓死人 7乘1的 另外呢 函全2块钱的麦达特 75.7买进 今天照样喷涨停 所以没错 超强 无敌万岁 请各位一定要拥有APP 另外呢 你知道吗 有一档底部的AI 我们已经锁定好了 上半年我们赚过90% 经过三个月整理后 下半年的第二波即将启动 请各位一定要锁定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 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 点鼓曾经的节目 今天是7月25号 礼拜台北股市呢 指数是涨的 可是投资本你要注意哦 个股的位阶完全不一样 待会跟各位讲 老人与狗的技术理论 做简单的教学 那我今天晚上会写 比较长篇大论 老人与狗的技术理论的教学 跟各位做分享 请各位锁定我的粉丝团哦 然后投资本你看哦 今天资源 资源创新高 我今天出清了 世新还留着 那广运今天也获利出清 你知道吗 最高108.5 收盘95.8 是不是卖的很漂亮 昨天公开讲出清其红 今天即使有高点 你去追的一样套牢 跟我意思 所以投资本你看哦 全台湾全国第一强 该买该卖通通事先讲 没有错啊 请各位一定要跟上 另外今天顶天再喷涨停 你看我的会员好棒棒哦 麦达特买进无谓震荡暴牢今天照样喷涨停 然后呢 有新标股投资有哦 昨天没有 今天没有 昨天昨天没有 今天啊 这个啊 今天有了哈 新标股请各位锁定哈 梦想需要你的参与哪一档呢 有一档底部的AI投资 现在还有底部的AI 你要相信我 上半年我们已经先赚过9成了 那下半年的第二大波 为什么有第二大波 他第一季喷9成 我们赚过9成 第二季第二季呢 一整季都在整理 好 量缩整理筹码沉淀 时间高达1季之后 他一旦启动 他就是主身段 邀请大家明天开始一起跟上来做布局 好 另外投资本你看哦 老人鱼狗的技术理论什么意思呢 简单讲是正观点过大 那一张股票喷太凶 然后呢市场越来越多人认同 因为找不到利空的AI 有没有 现在找不到利空没有错吧 当股价喷太凶 赏户一窝蜂 因为找不到利空之后才做追价 好不好 这时候呢主力就会出来 出来上下起手 坑沙散户 就所谓的正乖离过大 那出现过度贪婪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高低的价差 懂我意思吗 来哦 这是我的脸书社团 江江的17亿马力超盘书 你看今天 昨天把创历史高的骑鸿 189%出光光 公开讲 全台湾之后我做得到 然后呢 因为我看到市场上贪婪 还有什么老人鱼狗的故事 有没有 讲一句结论有没有 正乖离过大的拉回不是病 他不是病哦 所以没有问题 他不是变成空头 听清楚 正乖离过大的拉回他不是病 他不是空头 但会要追在最高点的人命 今天是不是 今天好多好多AI盘中往上拉往上拉 哦哦 收盘流上影线 表示今天追的人呢 通通都不舒服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的话请各位把握机会 那什么是老人鱼狗的进入理论呢 我今天晚上呢 会在粉丝团跟各位做分享 先帮我节目订阅按赞跟分享 很重要一定要订阅 另外呢 扫描QR Code 加入粉丝团今天晚上10点10分 会准时做发文 投资朋友来看哦 有没有 APP的价值到底有多强大 为什么这么厉害 你自己试过今天回过头来去回顾一下 未来会喷的通通帮你选出来 七红买124 你买这个箭头赚到昨天358 我选择出清 因为正乖比过大 今天是不是拉回 来看今天这个七红 3017七红 是不是你看今天 今天所有追的 昨天公开出清 今天所有追的通通被阻力修理 没错哦 所以教堂老师的节目你一定要看哦 另外呢双红 175买进 251买进 338 你看今天哦 今天也出清哦 来看 3324 你看今天 收最低的 收最低的 所以卖是正确的 好太棒了 然后再来看这个资源 151买赚3乘3 189再买 然后呢一路报了 一路报了 我昨天是不是说不能追的 因为即将要扣高了 有没有 好今天出清哦 资源恭喜 赚143% 出清 获利出光光 另外广域 34.25 所有的这个 连粉丝都看见箭头 34.25 然后今天多少钱 107.5 投票出光光 赚211% 获利出清 投票终点来了 APP一定要拥有 有没有你看 赚2倍 赚超过2倍 不只赚超过2倍 而且还出清 出清呢今天收哪里 收95.8 今天从1083到95.8 投票是不是会卖 会买会卖很实在 有没有 为什么要卖 上个礼拜 苏之锋来台 AI无所不在 有没有 所有的散户都接受到 媒体市场给你的讯息 因为未来AI会无所不在 所以没有AI不行 长线趋势是对的 可是极短线 我写过一个 一本秘籍叫什么 洞西主力的心法 这个时候主力就出来弄你 跟我意思吗 你看 就是老人鱼狗的故事 正乖离过大 碳的心象 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什么是老人鱼狗 来6125 投资本你看 我们买了什么价格 买在34块钱买7涨 好 赚了多少钱 赚了200 赚了 总共赚了今天创新高 历史新高 恭喜 赚了211% 可是为什么要卖 长线我还看好 可是为什么要卖 因为这个 最高点的108.5 跟季线的距离你知道吗 跟这个季线的距离呢 他竟然高低差有多少 差了107% 就是说他的正乖离过大 好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均线是老人 这是活蹦润润的小狗 好当小狗离开老人身边太远的时候 他未来会有个力量 会回到主人的分 老人的身边来的话 未来的老人的方向是往上的 没有错 可是正乖离过大呢 他的股价 因为小狗离老人太远了 正乖离过大 趋势是会让他回到老人的身边 然后再展开下方的旅程 所以投保我今天卖 因为我懂这个理论 所以我今天卖掉之后 听清楚 未来回到这个位阶 这个附近 我先跟各位报告 我一定会把它买回来 因为他不是空头 东医师说 正乖离过大的拉回 他不是病 他不是空头 但是从这里到这里 会让买在这里的人 赔很多钱 懂意思就是江老师各位讲的 老人与狗的技术理论 就是说今天的AI 很多很多一半以上 都面临广运 不是翻空 是他喷太胸之后 正常的回调 懂意思吗 你必须懂这个理论 懂 然后跟各位初步做说明之后 今天晚上会有更详细的文字的 技术性的教学 你可以把它截图截起来 把它收藏起来 耳后一辈子可以重复做使用 你看今天卖的有够漂亮 真的是有够漂亮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跟上 有没有 翻倍赚后的策略 获利出金钱变多 再买底部起涨 投资朋友你看 你看这个广运 有没有 好我看广运 赚了211% 原本你投入100万 今天卖出拿回300万 有没有 你未来有300万 去买底部起涨的 翻一倍 他变成600万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次一定要出 就是说 张老师今天跟各位强调两个重点 一个是老人鱼狗 另外一个什么 翻倍赚后的策略 请你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获利出金钱变多 再买底部起涨 然后再翻一倍 变成 你看100万变300万 如果你继续报 你必须再涨三倍 才能够到600万 可是你把它卖掉之后 再买一档翻倍的300万 直接变600 懂我意思吗 这个务必把握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APP真的太强大了 请各位一定要拥有 有没有 未来会喷的 通通帮你写出来 你看 现在主持人 你看我从头到尾 节目每天讲 不管指数在什么位阶 我只有讲这八个字 坚持主持人 专攻起掌 其他的我做不到 有没有 世心 963买 然后1295买 今天 2300 2300赚115% 恭喜会员 这是我们的扣讯 有没有 今天世心又创历史新高 狂赚1362元 115% APP太强大 一辈子的幸福 有没有 买主身旗涨要赶报 要赚到人生的最大财富 才不会对不起行情 才不会对不起自己 有没有 APP永远给我 永远负责给你箭头 我们就把主身箭头标股 给他做好就OK了 你看 我是全国唯一一位 电子产业记者出身的分析师 你看强不强 汉讯 六字头七字头一路买 然后84还在买 你看喷到113 纵使今天拉回一样续报 因为什么箭头太强了 你要给他时间 东医师 所以我的投资朋友 不是只有讲涨的 你今天汉讯跌 照讲不误 因为未来会照喷不误 有没有 资讯的领先 这是我的优势 你是我的会员 这通通都是你的优势 因为我们会把第一手的讯息 通通让你先做卡位 你看这威胜 只有他 威胜集团 宏达店没有 建达没有 只有他有AI的色彩 为什么 因为已经出货 已经接到大单 出货到中国跟美国了 没错吧 83.8公开跟各位见证APP的强大 83.8有箭头 然后喷到152 我昨天还讲不能追 有没有 两天后要扣高就要拉回了 没错吧 已经赚了8成2有没有 公开讲公开操作 让你见证APP 你一定要拥有 金为天人 太恐怖 你看 一个箭头83.8 然后喷到152 请问你要跟谁做 简单轻松明确 没有人看不懂的 这个获利的模式 祖生标股爆赚 这是我的使命 我们都完成了 你看这万论 你看 93.3 我买95.2 然后福利社分享 我认为底部信号非常之强烈 然后今天137了 今天是7月25号 你看又创新高 获利4成7 看抗讯 当股会员 当股中压 当股锁单 全部资金只买一档 就是万论 95.2买进 今天是137 获利4成7 所有资金只买万论赚4成7 让获利极大化 没错吧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跟上 你看再来看红宝 你看94.1投资本 你看 你都曾经买过标股 可是你有这种比我们多吗 你有比我们会员多吗 94.1买进 今天意思6了 你看 请问这个震荡有多少人会被洗掉 一定很多 几天没有动 三个礼拜 很多人碰到三个礼拜没动 卖掉 卖掉后就喷出了 可是我们不卖的结果 从很清楚 从94.1的箭头通报 每个用户 每一个用户 每一个用户保证 6月13号 通通被叮咚通知 买进红宝 每个用户 只要6月13号之前 你有安装好APP开通讯息 被叮咚强迫通知买红宝 今天赚到145 146 赚5成4 很开心对不对 就是回馈 你相信我的APP 只坚持主升 算公取涨 就是你赚5成4 这是你应得的获利 这是你应该得到的获利 有没有 买箭头滚雪球爆赚 就是我给大家的人生快乐幸福的三部曲 有没有 选最强的 敢预告的 最大霸气 赚最多的获利 你看昨天出奇红 今天出广运 今天出双红 竖起大拇指了 所以一定要跟上 因为APP太强大 我已经验证过千百次 你看这个顶天 顶天的箭头有没有很明确 非常之明确箭头 有没有 史上最强17位买力超盘数 只买期长第一天 只买期长第一天 好你看到28.7 今天呢 今天49 好上个月是不是震荡 震荡爆老 你要你看 这股票我跟各位讲 这是个常态 有没有 涨多的股票 这个整理 你看这个整理 请问有谁跟我们一样爆住了 有谁爆住了 爆住从才能够从这个位置 好买到28.7的起涨 然后一路爆到今天赚7成 你这里被洗掉 后面喷出跟你无关 是不是完全验证我的方法跟观念 投资费我跟各位说 为什么你要有APP APP带你实战赚了7成过程中 你赚到的不只是获利 而且是一辈子主身标股 不会被洗掉的方法跟观念 我认为这个观念胜过一切 比我今天跟各位说我们赚到多少钱更重要 懂我意思 因为他会让你成长 他会让你摆脱改变过去散户老式输家的宿命 没错吧 我们讲的都是真的 然后你看这个 恭喜顶天又喷涨停 获利7成1 是不是还续报 继续努力赚暴利 没错吧 你看这个麦达特 75.7 韩权2块钱 你看 612 是不是你看 韩权2块就 几乎创收盘价新高了 你看这个震荡 有时候股票就会这样子 你买进后 买这边 买进后他整理 他整理这么久 你必须忍耐 他只要没有现在一个翻空 就续报续报今天就喷涨停 有没有照喷涨停 所以主身标股太强大了 太强大 所以请各位来跟上 带给你的是一辈子的幸福获利 跟方法跟观念 没错 所以验证太强大之后一定要拥有 另外跟各位讲今天的技术性的教学 先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 还有不要忘记 一定要QR Code叫做粉丝团 我解盘是不是全国第一强 你看 今年1月3号 今年第一天 2023年第一天 我跟各位讲什么 景气先复苏再扩张回升的一年 所以一定会有什么 很多翻倍表股 我们已经12档了 12档了 你看这个 14001扣3D 然后扣3D是提款机 会不会喷翻的 16622又是扣3D 没错吧 没有错 好是不是喷到 拉回布局喷出收割 你看跌 周限跌三周 我跟各位讲说 拉回布局喷出收割 然后喷到哪里 喷到171-401 是贝离 不只低档买点送大家 连高档过热贝离都教学预告 是不是会拉回 没错吧 你看昨天的发文 昨天晚上 OTC比较弱 守住 守住支撑是强势 看未来有没有收割 今天做基础性的教学 好 你看今天大盘是不是 有站上了 重新站上之后 注意这个数字 我跟各位标注起来 17105 跟我们昨天讲的17100 差不多 17105 所有的压力支撑 都是我在技术班教的技术分析 你都可以学 会员跟用户都是免费学 好 大盘留意17105 之后来看OTC OTC的留意哪里 注意看这个数字 今天说22 22.8 注意这个数字22.63 所以一个蛮关键的 好跟各位打个字 来 跟各位打个字说明 好 OK 好 大盘留意17105 守住 他只要守住 只要守住就OK 那OTC呢 OTC比较近一点点 所以需要多关注一些些 OTC在222.63 好守住 这两个守住 那都OK 趋势OK 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在哪里 个股位阶 重点在个股位阶 你一定要分清楚 一定要分清楚 为什么要分清楚 所以说 有些正乖离过大 大到已经超过历史的平均值了 所以他会跟老人遇过理论说 股价离均线太远之后呢 会有个自然力量 会把它拉回 往均线来做迈进 所以你必须要高出 而且最记好了不能够做最高 来 好就是说避开什么 正乖离过大的 正乖离 乖 不是乖 正乖离过大 避开正乖离过大 然后呢 一样还是那个老话一句 直买主升旗涨 现在一定有 投资朋友 你不要怀疑市场的能力 在市场聪明资金那么多 他永远会去寻找什么 已经整理完毕 经过长时间整理 筹码成立完毕 起功的主升旦标股 所以今天结论这个其实很简单 大盘只要关注这两个数字 跟OTC就OK了 那重点是这两句话 重点是这两句 避开正乖离过大 你只能买主升旗涨 懂我意思吗 所以很简单 你不要把盘市想到这么困难 把最重要的主轴把它拿捏住 其实就OK了 还跟各位进一步做说明 什么原因 这是我苦练20年技术 好学 技术班都是免费的 你会得到很多 建立很多什么技术的基本功 然后赢取未来幸福的全员 广运 今天为什么广运出光光 你看出光光之后 今天竟然收最低 盘中出光光收盘收最低 为什么 正乖离107% 来透过再各位举例 来说明 好来看 来看日线 好 你看这个 目前全台湾 正乖离最大的 就是我们的股票 我们今天出清的股票就是广运 它的正乖离 股价跟季限高达107% 所以今天出掉出的无敌正确 很美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 这是3231 这是3231 你看这个位置 就是说它的股价 今天的高点的股价 跟季限的位置 它的距离有多少 这是全台湾股票里面 第二名 有99% 有99% 它的正乖离说 未来股价趋势还是往上没问题 可是这里不要追 未来它不是这样子 它不是这样震荡 就是横盘震荡 所以终究它会跟有季限有闭合的时候 所以这种股票 在这个正乖离老人与狗 狗小狗跟老人距离太远之后 你要等什么 耐心等它跟老人靠拢的时候 那才是下坡的最好买点 等我意思 所以这是伪创的这个情形 另外来看这个2382 有没有今天 今天追的全部都挂掉 15万张 260块15万张 多少钱在里面 多少钱卡在里面了 懂我意思吗 你看这个它的股价 来看 今天266跟季限位置 它的正乖离高达了92% 有没有 也是超过历史的平均的水准 懂我意思 好我们时间不够 只能跟各位举例三档 还包含了谁 包含了这个是303 我的资源 我们今天出清原因底价 还有8210的情城 这个正乖离有83% 2376你看今天 哇这么大一个人 长上一线 它的正乖离比较少一点点 但是也有7乘4 另外就是我们昨天出清的 你看 昨天出清旗虹正乖离有60% 有没有随头不好来跟各位讲 所以调整持股 为什么我昨天说新会员 江老师帮你做持股诊断 原因底价 你今天终于懂意思的 老人与狗正乖离过大 当市场过度贪婪 你乱追 你会被阻力坑上 你必须耐住性子 耐心等什么 等小狗狗未来与老人 重新相聚的时候 那个才是什么 下一波最棒最棒的买点 而江老师会通通带你买来 那个位置 懂意思吗 所以务必跟上 你看再看一次 正乖离过的拉回 他不是空头 他不是病 可是会要追最高点人的命 这是我今天盘前讲的 盘前讲的 盘前给所有的粉丝 包括会员的叮咛 有没有 所以务必要跟上 翻倍赚后的策略 今天为什么出广运 100万变成300万 300万买新股票 再翻一倍变600万 比继续报广运 这个绩效好太多了 懂我意思吗 获利出清钱变多 再买底部起涨股票赚更多 我帮你准备好了 新标股即将做进场 坚持主升只买起涨 的回馈是今年有12档翻倍 12档翻倍 你找不到更强的技术了 然后每一档都保证是真实获利 简单轻松明确 把主升箭头标股做好 你就会是最强的大赢家 今天资源广运奇红出清 太漂亮了出得很棒 然后世心续报 今天顶天喷涨停 一样喷出不要追 恭喜麦达特买进后 报劳今天照涨停不误 果然验证我们的APP超强 新标股办会锁定了没有 APP要拥有新标股 翻倍赚后的策略再讲一次 获利出清钱变多 再买底部起涨赚更多 新的标股 有一档底部的AI 我们上半年转过9成 扎扎实实 下半年经过一季的筹码 沉淀整理之后 所有均线纠结在一起 比如说这是底部起涨的讯号 第二大波 告诉你各位一起跟上 LINE的留言或者是 0800 66 8085 来电视咨询就OK了 那最后节目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跟分享 祝各位操盘顺利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 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喔 和电视频简单 开启小铃铛 简单 很大 所以呢 帮我订阅 这你可以感到